大家好 新系列也是歸類去時評 按拍OT 以至大家可以分開有時破精華短片 有時又不是,有時是政論 政論又有一些舊片 配磁膜又出來 那些都會有人看 很熱鬧,大家覺得我日日都 其實不是那麼多話說 有些事情因為太多片 好像自己懶惰 片多好像收視又會降一降 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今天本來都兩三條 出了一條政論 不過應該有些事想說 那 變成了兩個話題 分多一句都可以 十分鐘一條 以前是很短的 很多人仍然是很短的 但是我 我是比較長氣 個人特色 不要介意 我專注的那些基本的擁躉 竟然是比較有限的老爺 所以不介意我長氣了 但是我這些有內容 年輕人都給點心機聽 真是好事 兩個話題 其實這條片不少 兩個都是一條國際一條 真是不錯 一條國際一條本港 其實過了幾天 即是又放下了 那些精神病 這些和你會廣場 又謀殺案 其實是否謀殺 其實是定義有問題的 鑽石三和你廣場 開始的人不理了 其實大家是否記得 現在又有一件慘案 都在周門 印巴 印巴也是香港人 當然 印度 即是三個女兒 其實都頗為震撼 很明顯 很明顯她是有精神問題 但是跟著改變了 你知道嗎 你留意一下 警察的定性改變了 論上衝突 慘案 有人有外遇 可能她老公有外遇 刺激到她 但是連殺三人 一定是正常有問題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 結果 因為你當作是 諸時倫常慘案 接著又封鎖了 好像沒什麼消息 媒體也不跟 那是否歧視 覺得印巴沒有那麼重要 我也覺得怪 那這條新聞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我們框下去 都是精神病人出事 其實這個問題是頗為嚴重的 一個星期一連兩宗 有些事情是需要值得認真面對的 我們已經不是說政治 犯政治 人權 那些當然是壞 連這些都糟糕 其實有一宗新聞過了兩天 我都是心掛掛 留起了個檔案 看了幾張報紙的新聞 但是都要和大家說 現在其實這個事實是問題 很壞的 幾十年來我告訴你 你難怪香港的社運團體 那麼活躍 你不吵呢 不是這個政府 殖民地政府都是這樣 官僚政府就是這樣 也不關阿超的事 是吧 阿超就算他很關心 他問得良問下面 說你聽 解決不了老闆 那他唯有算 那他就去抓那些 在別的老闆關心那些 是吧 這些什麼顏色革命那些 他就很關心那些 是吧 但是我們現實 面對香港所有事情 政治其實是沒有小事的 是吧 社會政策當然是政治的部分 我們活得開不開心 圓圓快這個社會 除了移民 其他你會不會因為 精神病人太多 政府就放手不理 或者是治安不好 詐騙案又多 今天我都收到一個電話 已經不是第一次收到 神經病的 你的電話快被人停了 你立刻打電話 什麼香港電訊 你這樣 當然我真的很想報案 但是不知道怎麼報 有時候就 你主動去查 警察那麼多 不要浪費時間去查這些 我當然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欺騙 很多老爺被人欺騙 阿超 是不是 阿超為什麼你不關心 你這樣說已經死了三個小孩 一個大人 兩個大人 五個 這個禮拜的時候 這幾天前 大家好像沒有了夏文 當然大家關注六四 三周年 人權 這些 但是不要忘記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其實活在你身邊 當然你反正解決不了 最好不要管 免得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就是明明 這個三個 小孩 就是 印度 印度 是嗎 焗死了 那個媽媽不是正常的 正常 怎會 怎會有這樣的事 是倫常慘案 這個不是的 他是精神病 有家庭糾紛兼 他有精神病 那是不是產後抑鬱 還是怎樣 是哪個精神病 有沒有可預防 周圍的隔離鱗石 可不可以幫忙 就是 就是 若而你懂得立法 是吧 第二天 這個國安又要立法 要你主動去 舉報 這些事情你想想 啊 為了要國安 又要 不舉報那些犯法 你這麼精神病 那是不是要舉報 那我猜 這陣子多了 就是見到的精神病 有你無你 是吧 那希望 不希望 那些警察 要理會這些事情 是吧 事實上呢 何理會廣場那件案 他有精神病紀錄 有精神科跟進 葵聰 醫院精神病 最後一次復產 竟然是3、7日 剛剛就是出事前幾天 那可見 如果一復產發覺他有事 其實他這類應該要住院 當然有住院不足 那政長官做了些什麼呢 他又表示要求 衛生局和醫管局檢視 進一步優化精神 科治療復康流程 那這些官康 我幾十年來聽到的 是吧 我做政治評論 連累過他從政 他幾年而已 當你到了局長 只是從政一之前那些 哪有了道 哪會宏觀去看問題 我從來都宏觀的 30年前 40年前已經宏觀看問題 但是再看一單新聞 就嚇死你 1.8年 即是95個星期 如果現在你去看公立院 精神有問題 在我們社會上 這個嚴重過顏色革命 對一般小市民來說 嚴重過黑暴的 所謂黑暴 你共產黨害怕我 我真的不害怕 黑暴來了 我們上街和他們溝通 一起走 都不知道多安心 反而警察都不安心 哈 嘩 嘩 又說完 不好意思 我說話是這樣 但是呢 這個精神科新症 最常來的1.8年 還是 看到一兩分鐘就完 那你怎樣 在普通 表面看沒什麼 當然 如果你表面看已經很不行 那就馬上 那不是所有人都等1.8年 即是九十個星期 九十五個星期 不是個個都九十幾個星期 那就是會分流的 那 那 首先看看是否嚴重 緊急新症 有超過五萬宗在等 緊急新症 輪流時間 一個星期 這樣也合理 半緊急 三至四個星期 都合理 那這些可以一發過不妥 即是 送到精神病院 那 也都可以看到 都幾千宗 幾千宗 各有幾千宗 一共三千五百多宗 緊急和半緊急 其餘的呢 叫穩定 穩定就是等六十到九行 六十 一年到兩年 才可以看 那你會不會 我們常識者會不會 輕症變重症 當然是會 那這是不是社會問題 是否嚴重的問題 是被我們忽視了問題 終然是河裡會斬眠人 是一兩天 我們被其他新聞過去過了 政府是不應該被這些新聞過去過了 大家媒體的人都應該繼續關注 對不對 我們處於媒體這麼末端 我們做評論 希望有人 繼續去 這段新聞 對我來說 又是一個很值得評論的話題 希望大家都留意 自己也要小心 不要介意自己也要小心 但小心你又會變成歧視他 小心和歧視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官司 大家都分開吧 那不是我想討論的 也沒有什麼好討論 我不會歧視 我亦都說了 不如 一般有暴力經驗的其實是少數 那五萬人都不是有大事的 是極少數 極少數你才會 你把情況報警 希望 希望你現在能夠操管 報警的時候 多些訓練 給一些課程那些 坐堂那些 讓他們可以判斷 這個幾較嚴重 其實都不複雜 我想我進修下 都看回一些書 有很多跡象看到的 即是嚴重 雖然不需要一定的心理醫生 都看到 那你判斷他會比較好些 緊急的情況 這些可以做 不過超人不明白的 叫下面提交報告 提交報告都沒有人記得過新聞 那他有沒有要真處理呢 這些是真事 看看所謂新症 新症 新症呢 因為他現在 為何這麼多病症 因為人的意識高了 知道精神病也是病 不想惡化 不想有人主動求醫 那就很好 這五萬個人 很好 因為他們自己懂得求醫 如果真的嚴重 其實他不明白 自己不明白 所以他不會去求醫 那這五萬人 但是可能輕症 不要重症等 九十五個星期 那好吧 總症其實是即時會的 但是總症就是人都知道那些 希望總之就是這些 前線工作人員 就不只是醫生的了 就是你警察 幫辦最少 那你要開些課程給他 讀一下心理學 是不是 我也讀過心理學 考過A級 不少時間 幾十個小時 還要考試 背書一輪 是不是 所以這些是 是有需要的專業知識 你叫那些部份進修 是不是 如果沒有定時 復診 就會增加復發機會 復發初期 一般包括 失眠 容易暴躁疑心躁 胡言亂語 家人要多加留意 你不是叫家人留意 你要一些社工 社工通常有道心理學 也要一些 比如房屋處理區長 主動一些 是嗎 警察 地區的警察 精神科醫生 5日 明天 在星期日 在港台表示 流失量也大 往往只有幾分鐘 甚至乎 那些私人機構 都是看幾分鐘而已 这些如果是有严重暴力经验,反而会立即被处理 但有时就走漏了,像这个和你会这个 也只是复诊差了几天,可能就好些 复诊的时间早些,就死了两个冤案 他每三个已经复诊一次,这次的疑犯 有定期的社康护士家房,几乎是最高规格的跟进 其实这些应该住院,是否这么说呢? 但又可能是另一个问题,缩位不足,就算缩位不足也好 你能够勤点去家房看着他,我想怎样也好些 所以很多事情在行政上做得好些是可以避免的 不幸的,所以也不说不说也说了十四分钟 这个话题暂时就不要歧视了 当然是医生说很有歧视现象 很多人说不介意就介意了 如果你的常识丰富一些,你知道哪些是轻度的 或者是情绪问题和重的,不要计算轻度的 你只需要多些跟他聊聊天,你自己也做得好事 这样就已经解决了,我了解了 议议,他的情绪稳定,有人跟他聊聊天,安慰他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人人都做得到的 不要刺激他,不要刺激他,钱挂他 好了,大家希望活得愉快 讲多个国际话题,有趣话题 我都没有做大事 大家都看新闻知道,炸了卡托洛夫 这个叫辛卡霍罗夫卡大坝 其实是一条乌克兰南部准备反攻 又跟着马里波尔的核电厂的一条大坝 你看这个情况,整个下游都浸了 但是不是一般,甚至没有暴雨,是阿州那样大的一个红楼 大约都是大的时候比人高 但是可能一两天就退 但是足以有效阻止这个乌克兰马大反攻 主要就是,如果你看这些国际新闻也好,军事新闻也好 就拼命在这里研究究竟是谁炸的 是很难炸的,其实有很多疑案的 开战到现在,很多疑案 一般都互相指责 往往你们大家都不是探求,想研究清楚 往往就在立场出发 甚至去年那个北溪2号 现在还不知道谁炸的 但是有这样的技术,最大嫌疑的 其实当然是美国佬 最新又说是乌克兰做的 但是有美国帮他,诸如此类 但是这些曹兰马真是证实的 苏花都没有证实 但是有些你估到的,比如 那些无人机去莫斯科 乌克阿普京 乌克兰公尚那些 爆了小小的飞机 那些东西就有 看得出来是一种战略的 这次是不是呢?这次也百分之一百是 战略上 但是究竟哪个好处一些 如果你说怀疑哪个做呢 你看看结果对哪个非常之有利 如果是呢,较为有利明显有利 那这个就是疑惑的 那短时间来说 麻烦的地方是怎样呢? 短时间来说是对俄罗斯有利 因为它一爆了 那你马上就不用攻 射南部 这个重要特别的克里米亚 那它就有足够时间 拖它两三个月 它有足够时间到园 很多东西都不同了 战场 调兵演战也比较容易 那它现在据说 大阪攻 很多点都开始射 那又不是很掌握到 乌克兰九街在哪里主攻 那可能它的情报 当时它都会在那里 那南部呢 乌尔波尔和乌尔崇这两个地方 似乎都是它 其实要是东部要是南部 所以我估计俄国是知道它是南部 所以就 一般认为俄国的客观分析 因为它整条霸在俄军控制之下 你要诈它不容易 很难炸它不要 你要很多炸肉 很多吨的炸肉 不可以用炮 肯定不行 其实我说法 你说炸了长江三峡 几乎不可能 它的结构 就算是核弹也不会让它崩堤 不容易 尤其是这些 如果你要炸一个坝 它有一个大坝很大的 你要很多飞机 下很多很重的炸弹 很重磅的炸弹 就是现在的一般那些 就算是那些 暴风影 那些 几百吨重炸弱 那些 都是炸个洞就可以了 而且没有人看到飞机飞过 没有人看到有飞弹飞过的声音 没有雷达探测到 砰就爆了 很明显就是有人潜入去 但是潜入去 你这么容易吗 它那个地方是俄军守住的 还有它的重要地方是机防 你看它炸出来 前面的照片可以看到 它炸得很漂亮 所以令到它的决题是哭声的 再有些资料显示 它是突然处水处高了 让它的效力更大 那是无缽造的 似乎是这样 但是不是 始终你要全然 你要全然 立干建议效果 就是搞到乌克兰进攻停顿了下面 下面停顿了 在乌冬打 当然 战争 留意主动很重要 主动权在哪里 我终于在那里可以 在那里可以 那我调兵显唱 迫着在那里打 它在那里等你 所以弹性现在低了 很明显南边就无法指 短期内 起码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因为它浸坏了地 而且那里是平原 一片平原 这个空地都大了 你要在那里进军 有几十里平方大的空间 就变成无险可守了 不可以快速过 如果就是这么简单 那些坦克兰进去 那就到了 一到的防线崩溃 那就不用打了 现在就变了很多 宽了很多 所以你说 起码你的阵你不能打 你不能过来 这个在以前我这么多次战争 尋做了一件事过 用决堤去 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但事实上一定有些效 对于阻挽战争的态势 所以一般认为 和国的机会大 但Having said that 也不排除 乌克兰 它也有利益 就是这样炸了 造成哈利米亚的人的人心 和那些军队 水就没有了 水没有军队 可能要混水去 已经是问题了 还有就是 那些居民是什么 没有水的 生态有问题 不够水饮 那你就要恐慌性撤退 这件事一长远一点 半年 对于整个战争 战略上 俄国还是否守住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那些人走也不行 那些军队可能守下去也不是 但是 总的来说也不似 始终是 较可能还是俄罗斯的 因为也有个研究 有些人说 那条霸是他起的 还是他长时间守住 哪里是弱点他知道 他知道 如果他可以的话 潜不到进去 在那里装炸药就可以了 他是知道怎样炸到他 这样爆的 那些人都有这个能力 但是 两边都是第一时间出来 指控对方 所以始终是一个老和生门事件 但是 你问我 其实 我一向怀疑 大反攻是否真的 我一向都有这个怀疑 大反攻之前突然有什么事出现 所以这些事情都可以很诡异 但是这些将来是会知道的 战争是充满诡诈 欺骗 毫不讲道德 尽量想有些道德 都是很难的 一定是这样的 是 拖延了战争 可能更多空间是政治解决 是吧 或者是 某一方面 也不是 我们不会支持乌克兰退让的 希望 保经 时间后 越后 对他越不利 尤其是现在 他变成 孤君 孤守住 如果你 做个实跌场 他守住 是吧 也不是便宜的 所以不是那么便宜 所以他炸了这些 如果是和国炸了 虽然道德上 法理上 生态灾难 骂到飞起 说他战争罪 但是如果你说打书场仗 你迫着要的 你会不会守远 哦 你或者守远 普及一定不会守远 也没什么事 事后也没得说 除了骂之外 战争就是这么现实 和这么残酷的了 好 说完了这两个话题 多谢大家听我这个OT 是吧 失敬无神就会了 看我心情而已 拜拜